你好 我是冰冰管的工作人员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你问这的WiFi密码是多少 请您尊重适者 想想什么 你爸妈是不是尽情结婚呀 才能生出你这样的人才 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才刚发现的 我爸这人娶了我舅舅的妹妹 不过我倒是还好好的 就你这样的就好好的 对啊 我我操心是哪 王律师 看来我大哥是真疯了 遗嘱物已经被我销毁了 接下来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独吞家长了 我爸真偏心 一株里竟然想把千万家长都传给老大 一毛钱都不留给我 没想到吧 你刚才的话我已经都落下来了 你 你竟然是装疯 你和王律师勾结销毁一组 妄想独吞家长 我不装疯卖傻 又怎么能骗你说出真相呢 那又怎么样 你今天能走得出去吗 住手 你们两个一死 爸 你 你 你不是死了吗 我故意假死 就是为了想看一下我死后 你们兄弟两人会不会和睦团结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可是爸你也太贬心了 你们说我要把所有家产都给老大 因为老大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爸 你在说什么 当年你的亲生父亲因为救我而牺牲 这是我欠他的 我明白了 王律师 你的办法太好用了 这下他再也不会想跟我争作家产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二少爷 事情已经办法了 哼 大哥还不知道家里破产的事情 由他继承家长 那家里欠的那几个亿 就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哈哈 你们两个小八蛋 老子还没死呢 就可以盼力了分家产 还想阻止我破产 这父子三人啊 自从家里破产后 就整日分分颠颠的 哎呀 到点了 哎呦我怎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